哎 文兄 话还没交呢 你干嘛去啊 我得赶紧去拜访张大使了 你能不能不去啊 为什么不去啊 我 我今天心情不好 是 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 但是无妨 你说你今日做话也算是有些天赋 但你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啊 哪样的事啊 我们喝过酒了吧 是朋友了吧 嗯 你是朋友 你就听我去劝 金盆洗手吧 别再当绑匪了 你说你出身书画世家 一表人才又有一身好武功 你为何要去当绑匪呢 你不会自己想 你也为你爹想想啊 不是 当绑匪 我什么时候当绑匪了 你还不承认吗 文兄 你那天不是带了一帮小弟 绑了我跟赵大师吗 我如果跟你说 我是装扮成绑匪绑绑匪 你信不信 那你这几天四处拜访大师 不就是为了绑他们吗 当然不是啦 我是为了展示给你看 展示给我看 嗯 就装出一副好好学习的样子 让你好回去跟我父亲汇报 汇报 汇报 汇报什么 你不是我父亲派来的案子吗 案子 什么案子 你真不是我父亲派来的 大哥 我今天才认识你父亲 再说了 案子都是那种丢到人群里面 找都找不到的人 我这个样子 我能是案子吗 那你为何从文府出来 手上还拿着银子 那我不是听说文府都是土 怎么能不忍 respons 都会找到那种群里面